這個劇名檢舉你不擔心嗎 不擔心有什麼劇名 我不是來了嗎 他不是要看檢舉人嗎 我是專門在檢舉聯合醫院的 會不會覺得真的很看不下去 本來看不下去 你看得下去嗎 太囂張了吧 我是糟告天下 我不能講哪兩個字 第一個是洗衣服的洗 後面那個你自己想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內幕消息 人家給我的 人家為什麼要給你 因為我會幫他們檢舉 不能講 我們要保護檢舉的人 那誰帶他去看什麼 就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想了 換我會被告耶 我會被告 我會怕耶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內幕消息 人家給我的 人家為什麼要給你 因為我會幫他們檢舉 你剛才不是看到我傳給你一些資料 還有連有那540幾億的那個 需要採過案 我是糟告天下 我想問你是陳沛齊這個案 都一樣人家給我的 誰給你的 不能講 我們要保護檢舉的人 那誰帶他去看什麼 我沒有保護檢舉人 我只是幫人家檢舉 但我不是真正檢舉人 就這樣子 他會不會覺得真的很看不下去 本來看不下去 你看得下去嗎 太囂張了吧 我不能講那兩個字 第一個是洗衣服的洗 後面那個你自己想 不能講什麼 那兩個字不能講 第一個字是洗衣服的洗 你是說檢舉人嗎 不是 我說陳沛齊做的事情 陳沛齊那間公司是嗎 就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想了 我會被告欸 我會被告 我會怕欸 對不對 這個居民檢舉你不擔心嗎 不擔心有什麼居民 我不是來了嗎 他不是要看檢舉人嗎 在場的 聯誼參與的他們院長 王志鴻總院長 鄭峰市主任 林一方主任 法治市陳淑婉主任 然後他們那個人事主任 楊智巧 楊智巧主任 然後他們所有院區的院長 都來這裡了 你可以問他嗎 這裡每個人都認識我 我是專門在檢舉聯合醫院的 然後他們很簡單嘛 同仁不敢檢舉 跟我講就好 我幫他們檢舉 就這樣子啊 OK啊 就這樣子啊 所以他是健毅勇為的 沒有沒有 多管閒事 醫師想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陳沛齊醫師 他去看了這個1.2億的豪宅 而且似乎不只看一間 然後大概價位都落在1.2億這個價碼上面 但是從他們的參與生報表 到就是醫師 他可能加上退休金 我們大家很好奇說 是不是可能在1年中 有多了這個大概5千萬的這個錢 其實一般以夫妻都是全職醫師的狀況來說的話 6千萬以上的豪宅 就房仲不會讓我們進去看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很常去看房子的時候 房仲說你做什麼職業 然後我說我是醫生 他說你是院長嗎 不是 你是診所負責人嗎 不是 那你不用看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醫生其實壽星階級的話 是買不起這麼貴的房子 那特別又是柯文哲是台大醫師 然後陳沛齊是北市聯的醫師 這兩個醫院都是註明了薪水 比較偏低一點的醫院 對那他們的科別小兒科 跟沒有在開刀的外科 其實又說真的業績不會到太好 所以光是以醫師的薪水是不可能負擔的 對 那現在大家就很好奇說 可是他財政宣報 總統大 我們講說2020年4週 但是我們的財政宣報 大概就是2千2百萬 跟2千8百萬 所以他周邊也沒有太大落差 但是距離跳到這個要自酬7千2百萬 有很大的落差 那就是說大家是說你現在是有申報不實嗎 還是你覺得有可能他有其他的裁員來拆給嗎 對啊 其實因為政治線 在選舉前的政治線 那個自有財產的申報 本來就要非常公開透明 所以如果說在短短不到一年內 有幾千萬的這個空窗 然後他們都看的是 那個價位的房子的話 其實裁員跟怎麼樣 可以突然生出這麼多幾千萬的現金 真的要好好交代清楚 而且因為他們其中一個房子是給兒子嘛 可是過去在一年的競選過程之中 他們不斷的強調說年輕人有相對剝奪肝 然後小草買不起房子 在台北只有爸媽房子給小孩 小孩才可以有房子 但是他們卻完全沒有以身作折 然後還不斷的就是幫兒子買房子啊 然後那個錢又來源交代不清楚 我相信他們的支持者會非常的失望 我們觀點哥想跟您請教一下 陳佩琦他這個有計畫性的買房 是不是都鎖定在1.2億這樣子的價位 而且不知看了一間 就是東看看西看看嘛 然後看來看去都是上億的豪宅 那當然沒有錯啦 呃台北市現在很多房子 可能大坪出的都要1億以上 可是在這個風頭上去看那麼貴的房子 然後再加上呃現在政治獻金跟其他台北市的幾大案都沒有說清楚 那這個時間去看這些房子 然後又跟比較敏感身份的人去 當然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那是有金主是不是 就民眾黨長期的支持者去領路帶大家去看 因為這個豪宅也不是一般人能進去的嘛 那所以我是不知道金主跟中間 過去的台北市政府的政策或是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覺得建議檢調可以好好查一查 不過怎麼看民眾黨今天早上就回應說 現在房價蠻高的隨便你看都是蠻高價的房子 呃就是比較瞎掰好嗎 這個還是有千萬等級 然後幾千萬然後品質還不錯的房子 那我覺得現在也不需要辯護啦 就把這個事情說清楚講明白就好 因為從過去一個禮拜以來幾乎沒有講出一個可以說服人的理由 包括在政治現金還有看豪宅然後開人頭公司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講清楚比較好 那另外您認為說木可這個公司到底是不是柯文哲的小金庫 因為其實連他們的鐵粉志工都出來講說他覺得第一天就覺得說這個一定會有問題 包含說賣東西都不讓人碰然後也都沒有發票 而且政治現金最後都是木可這邊拿走 這樣像柯文哲那麼強調無現金然後這種電子交易的人 那木可會在他這個情況下就是說不讓志工搬貨也不讓志工去賣貨 然後甚至不留下金流這個非常起人疑鬥啊 那現在的木可的負責人是李文堅 那李文忠又擔任這個競選總部的財務主管 那這方面到底有沒有出貨我們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實際收到錢我們不知道 然後到底有沒有收受競選總部這些補助授權金我們更不知道 所以木可我認為才是這件案子裡面的關鍵 因為柯文哲從之前都一直喊窮喊窮 那木可算不算是他想要圓他一個黨產大夢 我認為不是黨產欸是家族事業 那這個黨的話那應該是大家都碰得到 甚至大家可以語錄清真 那現在看起來我認為只有柯文哲跟相關人士看得到木可的帳 那這個確實已經變成家族事業了 好 柯文哲我想再補問一下 關於那個豪宅看訪的東西 據您了解是多次看訪 然後是看到連很多住戶都覺得有一點反感 或是很擔心說政治可能會影響到社區嗎 沒錯啊 如果柯文哲夫婦真的搬進那個社區 那是不是以後就是記者賭麥 甚至柯文哲之後財產有問題 可能這間房子會被查封拍賣 那我想這個都不是足夠樂見的 所以他們即使在還沒有成交以前 就把這個訊息透露出來 也希望大家還給社區一個安寧一個好的居住品質 據您了解他是看了多久或是看了幾次嗎 來來回回這樣嗎 應該是選後就有在看了啦 直到上個月看這個商議的豪宅